字幕志愿者 李廖 Hello大家好 我是冷汐 今天要再度回到沙漠之旅 在前期中 我跟老頭駕駛著這台很帥的皮卡 突破了一萬公尺 當然這台皮卡看起來這麼太行啊 沒有辦法帶著我們到終點 哇 -你被撐的黑牲 -完了完了 - 熱爆 - 那個太難彎了吧 - 這是我們的終點 - 所以這次我決定選一台更好載具 - OK 看來就是你了啦 -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 喔不是,我不是說這台可以承載六人車子 - 我說的是你 - 廁所門 - 廁所門 - 在那集留言中我看有觀眾朋友說 - 有一個門可以飛你知道嗎? - 後面的廁所門帶你可以飛 - 先踩在廁所門上面再抓出去可以飛了 - 看來有不少人都希望阿欣可以來一場 - 飛行摩坦的旅行 - 而既然我們在第一集就已經觸發一個Glitch了 - 那我們這一集就利用另外一個Glitch來冒險吧 - 看看我們究竟可以走多遠 - OK 那到這影片正式開始以前 - 邀請各位小兄弟們不要忘記啦 -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沙漠探險的話 - 現在何不就幫助影片點下個喜歡 - 這樣就可以讓我知道你們想要看到更多這個系列喔 - 哇這整間屋子是不是改了很多阿 - 怎麼地下室都不見阿 - 然後出發前我先吃個寶 - 哇他的寶子竟然還可以補這麼多寶石度喔 - 喔對 我們最近還沒有訂喜歡目標數嘛 -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城土非常的旅行 - 一開始的起點有 - 一個放輪胎的屋子 - 兩輛車 - 另外一個大屋子 - 還有我購買的皮卡 - 再加上一個廁所 - 這邊還有一個石頭堆 - 喔對 最近還多做了這個 - 可以加載在車子後面的托板 - 所以我們就來挑戰快速達到1800喜歡 - 我們的廁所門旅行馬上開始 - 這個板子飛行的方式很簡單喔 - 你只需要抓住它 - 緊接著按住滑鼠右鍵 - 朝向想要前進的方向轉一下 - 接著往前走 - 就可以飛行了 - 所以其實說我們是坐在廁所門板上 - 倒不如說我們是走在上面 - 喔對喔他最近有更新 - 現在多一種貨幣 - 叫瓶蓋 - 這個瓶蓋可以拿一根商店購買資源 - 也可以在大廳要來抽車 - 只不過大廳那個輪盤 - 在我看來除了那台F1以外 - 其他都差不多阿 - 太好了 - 我們看到了第一個補給站 - 喔這是車庫耶 - 裡面看來也是有異變者 - 我可以吃個麵包嗎 - 吃飽就走吧 - 下次到了晚上了嗎 - 天色好暗 -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踏上旅途 - 哇這也太暗了吧 - 完全看不到耶 - 嘿嘿嘿嘿嘿 - 下一站 - 到了 - 這裡面也有異變者 - 但怎麼有個東西浮在空中 - 這是壞掉建築物喔 - 這種隔離雪太好笑了吧 - 雖然天空很黑 - 但我們至少還可以看著 - 沙漠跟公路前行 - 我還不曉得這個遊戲之後 - 會不會新增溫度制度阿 - 沙漠中的晚上其實是很寒冷的 - 白天又很炎熱 - 既然他之前有新增熱浪 - 會讓玩家脫水 - 那我想增加一個寒冷效果 - 應該也是很正常了吧 - 欸? - 商店耶 - 這商店是可以抽什麼好東西嗎 - 有個盾牌 - 第二個看不太懂 - 第三個是油 - 喔齒輪 - 我可以抽嗎 - 抽一次就要49阿 - 還是說英文我沒有99元 - 看要先賺錢才能夠使用一個販賣機阿 - 我要說他是販賣機好像也不太對 - 因為他是用抽的 - 哇 殺成爆 完了完了 -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 太好了 - 販賣機 - 這裡可不可以躲 - 欸可以耶 - 哇 - 哇有間術庫 - 這裡面應該會有食物吧 - 太好了 - 有個炸藥 - 開炸囉 - 喔 - 掰掰 - 壹發全滅 - 哇 - 掌上遊戲機耶 - 喔太棒了 - 挖到巧克力 - 哇巧克力補了一大解保值度耶 - 欸 - 商店 - 我第一次看到耶 - 在裡面可以買東西也可以賣東西 - 這樣的話我就在想 - 我可不可以把東西載過來 - 然後把引擎包過去好了 - 然後現在有個I - 可以打開背包 - 打開以後是可以把東西包進去的意思嗎 - 欸不行耶 - 是因為這個引擎太大了嗎 - 這引擎是可以在這裡販賣是不是 - 丟著 - 欸有 - 我撿到一塊錢了 - 嘿 - 這也太少了吧 - 引擎這麼大耶 - 哪有適合把背包裡面的東西給 - 拿去賣 - 食物也給你好了 - 食物也給你好了 - 來吧 - 它給了我多少 - 所以我這麼辛苦 - 泡一堆東西過來 - 才賺了四塊錢喔 - 喔這龍捲風 - 哇 - 這龍捲風 - 可以打我躲在屋子裡耶 - 喔NO - 我被捲出去了 - 欸 - 喂 - 說好的物理法則呢 - 啊 - 啊 - 喔 - 還有我沒受傷 - 啊 - 只是被捲起來而已 - 好的 - 我們又來到了之前的這座大橋 - 看我們需要飛高一點 - 不然掉下去就沒囉 - 哇從高公府看感覺挺美的耶 - 過了橋後又有一間商店 - 抽獎一樣要久久 - 雖然我很想買東西 - 當然我沒錢啊 - 哇 - 雖然我們才前進了五千多公尺 - 但我現在肚子很餓啊 - 快不行了 - 我需要找到食物 - 哎唷唷唷唷 - 甜甜圈 - 看看還有沒有別的 - 蘋果 - 嘿嘿嘿 - 嘿 - 沒禮貌 - 走開 - 分五點吃的會怎樣 - 小氣耶 - 不過不管怎麼樣 - 至少我們吃到兩口食物啦 - 保濕度恢復了一半 - 欸等等 - 什麼東西 - 嗚 - 嗚 - 想要害我出車禍的那台車出現了 - 剛好就在我想要下去這間屋子的時候 - 不過好運的是 - 我完全沒有被他撞到 - 這裡面有個異變者 - 太好了 - 撿到錢 - 哇這間車庫完全沒有吃的啊 - 又找到了一個車庫 - 相信裡面應該有食物吧 - 巧克力 - NICE - 不用挨餓 - 欸有槍有槍 - 這槍拿到手上 - 記得要旋轉一下 - 我發現之前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 蛋藥箱 - 居然有這種東西 - 欸可以放槍 - 蛋不能放蛋藥箱 - 喔我把槍靠近蛋藥箱 - 它就自己補蛋 - 哇漢堡欸 - 超棒的 - 雖然它丟在這裡不曉得有沒有過期 - 然後這炸藥都可以放進去嗎 - 可以欸 - 這也太好了吧 - 哇沙塵爆要來了 - 這個沙塵爆有點怪異喔 - 我完全沒受傷欸 - 然後我是觸發另外一個格力區嗎 - 到了下一個商店 - 我現在才發現這個商店老闆 - 不就是實地烤茶殭屍 - 裡面的垃圾站潛水園單嗎 - 沒曉得成功轉職了 - 跑來這裡賣東西喔 - 上面寫著小偷將會被射擊 - 看一下麵包多少錢 - 八塊 - 其實我比較想要買物資阿 - 但物資超級貴 - 要450 - 我們差不多該出發了 - 前方就是軍事基地站 - 應該飛得過去吧 - OK - 他們好像有看到我 - 但是沒有對我開槍 - 我飛低一點看看 - 欸唷他開槍了他開槍了 - 哇看我還是趕快飛離這吧 - 不需要在這裡吃子彈 - 好的 - 我們總算穿過一萬公尺了 - 但這段怎麼沒有路阿 - 印象中這邊不是長這樣阿 - 喔有高塔 - 有太陽眼鏡 - 但沒有看到石物 - 走了走了 - 下一間是商店嗎 - 我看到一個異便裡卡在天花板上欸 - 喔 - 殺神暴 - 欸我的門會不會被吹走啊 - 欸看還是不會 - 我就在這裡避難吧 - 欸這異便裡到底怎麼上去了 這個建築物裡面的按鈕是要來做什麼啊? 沒有反應啊 如果你知道這兩按鈕是在做什麼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看有沒有哪位高手可以解答我的疑惑 欸?下面有個建築物欸 這加油站嗎? 看來還有錢 但沒有看到食物 哇雜神爆 這白白是暴風雪嗎? 但我好像遇到Glitch了 完全沒有扣血 欸對喔我們這次飛行好像都沒遇到暴雨 這暴雨天氣是被移除了嗎? 而且沒有看到日食 哇太棒了 遇到下間建築物 欸太好了這裡沒有雜物間 你們兩隻是想幹嘛? 是想被炸一波是嗎? 欸這個建築物也太扯了吧 它怎麼長這樣 是沒生成好是不是? 剛才那個火藥怎麼回事 它沒有爆炸欸 喔發現有個功能挺好用 例如說我在屋子裡面 然後我要收背包嘛 我就不用跑到屋子外來收背包了 隨處也能把它收好 好的各位我們來到了一萬五千公尺 這裡看起來有個城鎮 之前是長這樣的嗎? 欸?這什麼?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一直往我臉上噴啊 喔我知道這個 補給倉庫 之前我們沒有遇過 讓我們朝向兩萬公尺出發 欸?這個小屋子是做什麼啊? 這看起來像車站 喔真的是車站 因為它有張椅子 只是奇怪的是這條路上的居民全部都變成異變體了 哇!殺神爆又來了 慘了看不到了 剛才好像看到一間建築物 哇是因為我在空中飛行的關係嗎? 這建築物看起來根本就沒有蓋好啊 是哪個天才把建築物蓋成這樣? 欸?這個建築物? 不就是教堂嗎? 建築風格挺像的 不曉得手上子彈夠不夠用啊 畢竟這裡的敵人有好幾個 據說教堂裡面 可以打敗一隻吸血鬼 可以從他身上得到一把重要的武器 欸?怎麼回事? 有一大群吸血鬼衝過來 哇!他們是群攻型的嗎? 欸?其他隻消失欸 所以這是分身喔? 我的槍呢? 我的槍被偷走了 太扯了太扯了 我會讓他接受啊 我先去別的地方 待會再回來收拾你們 欸欸欸欸欸 走吧 現在手上已經有兩把槍 我們就可以去挑戰吸血鬼了 我還不死 倒下了吸血鬼 哇! 我的子彈全部用完欸 太扯了吧 如果我是消防斧砍一變者的話 大概需要六下 但如果我把消防斧放在背包裡是可以的嗎? 可以欸 那這樣話好想做個實驗 我來到剛才這個倉庫 我在這裡找到巧克力 跟兩個大蒜 打包起來後 接著回到教堂 放兩枚大蒜 跟吸血鬼說聲哈囉 吸血鬼斬渣計畫 就此開始 他出現了他出現了 NOOOOO GOD 他看到大蒜很害怕 直接貼在牆上 喔這個消防組 為什麼砍他的頭都沒有聲音啊 完全沒音效 看來我要需要找其他武器了 這邊有兩層樓建築物 來啦 看上面有什麼 武士刀? 這把應該會比消防斧痛吧 有聲音有聲音 欸有有有成功了 我斬掉他了 獲得一個成就 還獲得一把吸血鬼身上可以取得的刀 據說有這把武器 就給處理鬼城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大蒜都吃一吃 哇真快餓死了 OK打包起來 走吧 鬼的城鎮就在前方 怎麼又有天氣一變 喔 下大雨 如果只是下雨的話 那應該還好 我先落地吧 要準備決戰了 稍早才說 怎麼這次都沒有遇到大雨 馬上出現 哇那個東西是什麼 是鬼城人嗎 牛仔 Holy 哇 天啊 你已經完成人生死命 你被一個殭屍仔給攻擊了 喔 那些是殭屍啊 哇 因為剛才下大雨 視線被遮蔽了 沒有提早看到他們衝過來 哇 我復活的話會在 整這裡面 好酷喔 裡面好多東西喔 還有食物耶 所以剛才那群殭屍全部不見了 哇 這門是可以打開的 哇 還有錢可以拿耶 好酷喔 我們來到了Salon 哇 這裡看起來有點像酒館 喔 這門可以開 所以如果我們繼續飛行 後面建築該不會都一樣吧 喔 我們來到一間廢棄商店 欸 我背包一個小刀不見耶 這會是因為我剛才被那些殭屍給窄了 所以我的刀也不見 哇 如果這樣的話真的太可惜囉 本來想說可不可以使用這把武器 解決掉鬼陣的對手們 看來很可惜的 這次我們沒有完成 不過使用的廁所門 突破了兩萬一千公尺 而看來我們這部影片 應該也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喔 請別忘記幫我按下個讚 如果想要看更多影片 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也幫我考慮按下個訂閱 最後最重要的當然是 不要忘記保持正面的亮 我專心 我們下部影片會 掰掰 我好暗喔 又什麼都看不到 很多的觀眾 等